印度首都新德里近郊 有两栋尚未完工的摩天大楼 因为违反了建筑跟消防法规 印度最高法院下令要拆除 28号下午建商爆破拆屋 不到10秒钟 两栋大楼就被以为屏蔽 由于这是印度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建筑物爆破拆除案 也信了不少民众伟观 轰然一声巨响 两栋大楼瞬间从天际线消失 从另一个角度直击 两栋分别为103公尺 跟97公尺的摩天楼 短短不到10秒就被移为平地 现场扬起大量烟尘 将周围好几栋高楼吞噬 有人找好最佳观赏和拍摄位置 这场印度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建筑物爆破拆除案 吸引不少民众围观 爆破动用超过3700公斤的炸药 两栋雄伟的建筑 在一系之间化为8万多顿的瓦力 这两栋位在首都新德里市郊 诺伊达的摩天大楼 因违反建筑和消防安全法规 法院下令建商自行拆除 当局除了要将拆污对附近社区的破坏 捡到最低 还要监控是否造成空污 官员宣称当地AQI空气品质指标的数值 并没有因为这场爆破而升高 当地警方更是如临大敌 要求附近数千户居民撤离住所约10小时 双子星大楼的天然气管线 事先切断供器 空污已经很严重的新德里 因为这场爆破拆除 民众的健康可能要承受更大的风险 刘勇伟编译